王朝的明日那是天道 天道不可妄言 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 它只是一个可能性 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是人想听的 只是一个答案 如今只剩两种卦象 大吉 天下共治 群龙无首 大凶 龙死光碳 血流三万里 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 却信我自己 黑色有一点高冷 后面是不是也在慢慢打开自己的内心 是的 这个东西刚开始 其实我看弹幕有很多人 评论有好有坏 对吧 好的 我感谢各位 但坏的我也信任接受 坏的就是说 可能会觉得我没睡醒 或者说面无表情面瘫 但其实这个是跟这剧情走向的一个 你说人一个状态不可能 尤其是像这样 比如说心思极重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从头到尾都说 嘿嘿嘿 他不可能一直这样 所以他需要跟随着这个剧情的走向 他不停地去改变自己的状态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 也是征求过导演组同意的 所以大家 我们是觉得比较合理 可能有些观众他不太能接受 我也理解 我平时回答最多的问题 交涉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问的好 他是一个表面看上去普普通通 但实际上城府极深 心机特别重的这么个人 然后性格特点就是比较贪财 比较抠 这个角色从横空出世以来就已经很完美了 我们当时拍的时候 主创人员也是提醒我们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做改变 因为这个人已经很完美了 那一般是一个人去播出的时候 会是多有些评价吗 不会 因为评价这个东西因而异 就是说尽人尽致 你不管他是客观的评价 还是主观的评价 都无法让你变得更好 一些好的评价可能会夸你 可能会如果是五年前的 我会觉得这是一种肯定 就是一种认可 但现在我觉得不会 我反而不看 换你评价更不用说了 因为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喜欢你 想法 没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 演员是个职业 你要通过这个职业去创造一些产物 而如果说他只记住这个产物 并没有记住你的职业的话 没关系 这我觉得没关系 对吧 因为做演员就是多面花 可能你的一生 你养过的大大小小角色 可能我现在才二十多个 可能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 就一百个 他能记住任何一个 这就算是我对我职业的这种认可 我就没什么关系 只要不要盖着到我的生活就好 打起来召唤你一本的时候 是跟看角色设计 公司的一样的 所得的比较 心意的 首先你得知道这个东西 是不是适合你 你得去在心里面自己 打好算盘 觉得自己能不能驾驭这个角色 因为现在的市场跟它不一样 不是说说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现在我们告给自己的行为负责 就是说适合你的角色 你要尽可能去争取 然后努力去研译它 不适合你的角色 最好是自己就 有点自知之明 如果说就 我现在看到一个剧本 我特别喜欢 但是我知道这个角色不适合我 那我就一定也不好 那么就请你让步 把这个角色 让我适合他人去饰演 那有些专人秀素的活 那有些观察力的东西 然后分离类的 你有没有一些比较调整的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我 我本人对综艺 不是很感冒 而且我还是更希望说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 就不太希望说拍着拍着 人要去趟哪儿到哪儿 然后去拍三天综艺 然后回来接着拍戏 这不行 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对剧组的不负责 如果说我一年之内 那除非说这东西规划好 一年之内不接戏 那就到处跑综艺呗 那这可以 但是如果我接戏了 我就在组里待着 我请不去 它会是一部好作品 要不然大家也不会 一股脑的扎进去 然后浮出这么多努力了 但是具体的播放效果 那还是要看结果的 差不多意料之分 本来是有 但是后面拍着拍着 觉得还是不要了 因为它是有这个 怎么说 它原本是一个小说 没办法去改变 读者心中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对吧 因为大家看小说 都为了脑子里面去 画的去想象 去遐想 因为往往一些美好的东西 都是通过想象的 一创造出来的 人们只要不停地去遐想 这个东西 在他心中的形象 就越来越美好 所以说不要做一些 太过于跟这个人 或者说跟语文柱有不同的设计 这样反而是一种 陷阱 不太好 所以说我们 我们当时 我们导演跟我们说的 我们要做的东西 就是尽可能去还原 因为你只有说 还原度够了 才能体验出你真诚 才能体验出你 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而不是说 完全地把它这个小说的设定 抛除 然后重新地去灌输这个角色 那这是不